一 阿良 怎么回事啊 刚刚 好像有人从楼上掉下来 正好摔在我们车子前面 下去看看 哦 怎么会这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刚才制止他的时候 他不小心掉下去的 我不是故意的 怎么办 别说了 赶紧下去看看 姑娘 你怎么了 救我 啊 救救我 高总 小青这是车祸诈骗 不去报警 不是坏人 我可以离开我的证件 救救他 阿良 看一下证件 他叫什么名字 他叫林欣 救救我的孩子 你怎么了 你怀孕了 啊 阿良 赴他上车 好 Techoda cijira 你怀孕吧 好 疼吗 疼吗 阿良 你快点看 看完附近有什么医院 是 高中 你再忍一忍 再忍一忍 疼疼疼 高中 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高中 我们得走了 这样吧 你打个电话跟他们说 我晚半个小时过去 然后你把这个姑娘的住院手续给办一下 好 我知道了 医生 情况怎么样 他身上的摔伤 我们可以尽力的治疗 但撞到了骨盆 导致子宫失血过多 肚子里的胎儿恐怕 保不住了 所以我们马上必须给他做银铲手术 要不然的话 恐怕连他的生命都会有危险的 不要 我不要做银铲手术 我不要 别激动 你别激动 天心要做银铲 那就是说他的孩子保不住了 医生 问你说 他也是做了银铲手术以后 将来还能怀孕吗 实不相瞒 以他的年龄 想要再怀孕的话 会比较困难 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不要 我要我的孩子 我要我的孩子 没事的 没事的 这样吧 您进去好好安慰安慰他 我们先到手术室做一下准备 谢谢你 医生 好 再见 高总 怎么样 我已经跟办公室沟通好了 好 我们进去看看吧 好 你要冷静一下 我让我的孩子 冷静一下 护士 让我来吧 你别太激动了 医生说了 你还是会有机会再怀孕的 要先保住性命最重要 这样吧 要不要我们打电话通知孩子的父亲来 帮我通知周一香 周一香 好 你手机里有他的名字吧 来 是这个手机吗 找一下装一香 没有人接 没有人接 那你还有没有家里人要打电话通知的吗 不能打给我姐 要是知道我出事 她肯定会疯了的 田小姐 我们要送你去手术室了 你帮我找袁平 好 知道了 袁平是吧 我们待会给她打电话 你安心地进手术室 好了 我怎么睡着了 怎么这么晚了 我怎么睡了这么久 怎么没人叫我 我约了田新一会儿吃饭的 她找不到我一定很着急 怎么就睡过头了呢 喂 李香 怎么了 姐夫 我找田新 田新 田新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她去付我的约了 我不是说好去店里见她的吗 给我给我给我 喂 李香 田新不是跟你约会去了吗 都走了两个小时了 你没见到她呀 啊 什么 两个小时 啊 怎么会这样的 啊 你 哎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坐起响了坐起响了 你别挂 别挂啊 可能她打回来了 喂 好 啊 好 啊 是她吗 袁平啊 怎么了 袁平啊 田新 田新进医院了 田新进医院 什么 啊 姐 啊 啊 啊 姐怎么回事啊 老婆大人 你说 田新出什么事了 怎么会在医院呢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啊 新进医院 你就别人说了 等会儿再告诉你了 哎 喂 我女人听 医院 喂 你你你 你发短信给我 告诉我地址啊 西西 大姐也晕倒了 赶紧赶紧 快医院 好好好 来来来来 喂 喂喂 喂 姐 喂 喂 哎呀 哎呀 护士小姐 你好 帮我找月田新 田小姐 哦 稍等 哦 麻烦您快点 请问 你是袁先生吗 哦 我是 哦 您是高艳高女士吧 是的 是我把姑娘送到医院里来的 哦 那 谢谢 请问她现在状况怎么样 嗯 要不然这样吧 等她 手术完了以后 你再自己问她吧 哦 有事可以联络我 好 哎呀 哎呀 你快点 哎呀 哎呀 你快点 你 我不是在使劲地发动吗 哎呀 你去挂车 哎呀 急死我了 每次要赶时间 她都会开不动的 你可偏事 去修修她 哪来的钱呢 你不给我钱 我怎么修啊 哎 哎 姐姐夫 田新在你家狱 哎 哎 哎 我们车坏了 我们坐你的车 哦 好好好 哎 大哥 你快点啊 哎 哎 哎 快快快往前往前往前 我们全身好坏了 来 快快快 哎 哎 哎 老婆大人快快快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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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走不上了 袁平啊 哎 喂 哎 别走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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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别打了 你疯了 你干嘛打他 田新怎么样了 你问他做了什么好事 嗯 你没照顾好田新 害他从楼上摔下来 现在孩子都没了 我来了 孩子没了 什么 孩子没了 你还敢中算 哎呀呀呀 你说什么中算 我还问你呢 为什么田新动手术 是你通知我们的 为什么你们俩在一起 你又跟他干了什么好事啊 你这个满脑子 龌龊思想的混蛋 田新出了意外 被高总碰到了 高总送他来医院 他第一时间通知的人是你 可是打你的电话 你不接 所以他们通知我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没接电话 在干什么 我睡着了 我怎么可以睡着呢 睡得那么沉 居然连田新打电话 给我都没有听见 你说呀你 我 哎呀呀呀 现在不要说这些了 最重要 哎 袁平 到底田新怎么样了 会不会有生命危险啊 田新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 还在动手术 哎呀 哎呀出来了出来了 哎 医生啊 哎呀 医 医生 哎 医生 医生 我妹妹怎么样了 有没有生命危险 经过检查确认 她的孩子已经死在肚子里了 机会送来了及时 我们已经给她做了 阴产手术 虽然孩子没了 幸好大人的生命 应该是保住了 回头你们好好的 安慰安慰她吧 哎 医生 那我们现在可以去看看她吧 现在她在恢复室 等麻醉药的药效退去 她一会儿就会转到普通病房 你们到普通病房去等她好了 好吗 哦 好 谢谢医生 现在 孩子没了 我该怎么跟爸妈去说 让我更天心符合 怎么还不醒啊 哎 醒了 哎 醒了 醒了 哎 哎 醒醒 醒醒 你好点儿没 姐 我的孩子 你的孩子没了 不过没关系 你还年轻呢 以后有了机会再生一个 最重要的是保住了自己的命 这比什么都重要 我才硬是要 bajo搜一.% supposed to know 不要 你还起来干嘛 好好休息吧 一香 你为什么不说话 你是不是在怪我 我 他敢 来来来 干嘛 来呀来呀 一香 他还想怪他呀 天心 没有 我没有怪你 我只管我自己 为什么在你最需要我的时候 竟然没有办法在你身边保护你 保护我们的孩子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看到你躺在病床上 我心里有多难受 真的把不得现在躺在床上的是我 所以在饭店 饭店 什么饭店 和方通在一起的那个男人 确实不是你对吗 天心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到现在还在回忆我 不是 我没有怀疑你 我就是因为相信你 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 才会被方通推下去的 什么 什么 你是被方通推下楼去的 到底怎么回事了 进来 梁飞 方通 你们两个怎么会一起来了 我是过来找你的 在门口碰见方通了 我看她神色怪怪的 而且迟迟不敢进来 我就把她带进来了 方通 你怎么了 脸色这么难看 发生什么事了吗 一安 我再也没有脸 住在这个家里了 没头没脑的说什么呢 哎呀 来来来来 有什么话坐下再说 怎么了方通 你怎么给我跪下了 干妈 对不起 怎么了 怎么回事啊 干爹干妈 我闯祸了 请你们原谅我 我不是故意的 对不起 请你们原谅我吧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好好好 原谅原谅 来来来 坐上来 有什么亮武器的事啊 起来吧 起来吧 什么亮武器的事啊 来 有什么事 坐下来 慢慢说嘛 说吧 干爹干妈 我还是要跟你们先说一声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有心的 哎呀 急死人了 说重点 到底怎么了 一响 他又去找甜心了 他去找甜心 肯定 肯定是那个甜心 跑去招惹一响了 你别叉嘴行不行 让他继续说 方通 快说啊 我爱甜心 从酒店的阳台上 摔下去了 什么 甜心从酒店阳台 摔下去了 那他人怎么样啊 他没事 不过 他肚子里的孩子 孩子 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肚子里的孩子 那 那 那孩子是一响的吗 应该是哥的 不然 他们怎么会很好呀 哎呀 哎呀 不 这 这肚子里的孩子 那就说是我们周家的骨肉了 是吧 这 这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怎么样了 孩子 孩子 没了 我的天哪 你说 你说我们这 这盼了那么久 想抱个孙子 这 这怎么就 孩子就没了呢 哎呀 这造的什么孽啊 这是 这可是一条人命啊 方通 你怎么能这么做呢 你这么做 对得起甜心 对得起我们周家 干爹干嘛 我知道我犯下大错了 但是我事先 真的不知道 天心怀孕了 而且 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 因为 因为我同样 怀了一箱的孩子 你 你说什么 你也有了一箱的孩子 天哪 你到底在干什么啊你们 之前一箱和甜心吵架 他跑去喝酒 他跑去喝酒 喝多了 我好心去看他 没想到 他把我当成了甜心 而且那天我拍了照片 我拍这张照片 我还没有别的目的 我只是想给自己 留一个纪念 其实 我觉得尹湘从来都没有真正地放弃过我 没有真正地拒绝过我 他和甜心结婚的那一天 他还出去跟我拍了婚纱照 这 怎么回事这是啊 这 尹湘一边和甜心办婚礼 一边跟你去拍婚纱照 这是干吗 这不脚踏两条船吗 赶忙你不要这样说一下 要关你就怪我 是我先放弃尹湘的 当我终于明白 尹湘才是我想要的人的时候 他已经有了甜心 尹湘放不下我 所以才造成今天这局面 其实我现在 真想留在尹湘身边 看着他幸福 看着甜心幸福 我就满足了 你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傻呀 你是怎么想的 你怎么不告诉干妈呀 你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做主啊 干妈 我现在真的只想看到尹湘快乐 我没有别的想法 可是 我 当我知道 甜心和尹湘分手了 而我 又怀了尹湘的孩子的时候 我真的以为上天 再给了我一次机会 让我回到尹湘身边 可以补偿他 没想到 没想到甜心又回来找尹湘 所以我就 干妈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甜心怀孕了 而且我没有退他下楼 是他自己摔下去的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相信我 我不是故意的 妈 您怎么了 不行不行 我 我真的是有口气 喘不过来了 我 这是 这好好的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这 原来 甜心怀孕的时候 我们不知道 我们现在知道了 这孩子又没了 现在是 方桐又怀了一强的孩子 不 这 这要是甜心 要去告了方桐 是不是我们的孙子 还是保不住啊 哎呀 这 这 老公 你说句话嘛 一起来吧 是啊 快起来吧 有什么事 坐下来慢慢说 万一动了胎气怎么办呢 好了好了 别哭了 我爸妈 一直都把你当 亲生女儿一样看待 他们一定会保护你的 看来 还是得我们两个人出面 带着方桐 去向甜心道歉 太可恶了 又是那个方桐在暗中搞鬼 你确定是方桐一个人搞的鬼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问你 今天下午你去哪了 你怀疑我跟方桐 你凭什么怀疑我 你不想让人怀疑的话 就说出实话 我 我今天下午喝了一盐 给我的养山茶之后 没过多久我就睡着了 一直睡到下半的时间 我才醒过来 那甜心打电话给你 为什么不接 我不是说了吗 我睡着了 你就睡得那么沉 睡得那么死 你老婆打电话给你都不知道 我 我真的是睡着了 我 办公室的秘书可以为我作证 他一整个下午 都在我的办公室外面 我的行踪他最清楚 那到底是谁 跟方桐去弯店的 这我怎么知道呢 我根本不关心他 我关心的只有甜心 那个男人的背影 怎么看起来感觉很熟悉 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你赶紧再想想 是梁飞 应该是梁飞没有错 梁飞 梁飞 她为什么会跟方桐在一起呢 一翔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 梁飞就是方桐的前男友 我用手机拍下过 他报答方桐的视频 可惜之后 视频就莫名其妙不见了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一定要相信我 天心 我没有不相信你 好 你放心 我现在就把方桐找过来 跟你赔罪道歉 怎么这帮人又来了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林行 你还有脸跑到这里来 你 哥 你干嘛 你冷静点 不要这么冲动 你居然敢拦我 你 梁飞 流血了 哥 你干嘛打人呢 打人 我打人怎么样 你知不知道他们俩做了什么事情 够了 一枪 你到底想干什么 爸 孩子 冷静 冷静下来 用话慢慢说 方桐 天心 对不起 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 你把天心害成这样 害得他流产 他孩子没了 你以为说说对不起就完了 哪有什么便宜的事 哪有什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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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了 别打了 你干什么你啊 别打了 你知不知道 他把你害的 抱孙子的希望都没了 我知道 我 我在家里都骂过他了 你只知道骂他 他害死了一条无辜的小生命 那是个宝贵的生命 你们根本就是计划好的 你把天心骗出去 是存心想伤害他 猫枯耗子假慈悲 你吸引得太好了 这不是天心的前男友圆瓶吗 你也在这儿啊 这天心真不是一般的女孩啊 欣欣 你别激动啊 别生气 别生气 你生气不正好中了他们的奸计吗 爸 妈 我拜托你们马上把方桐给带走好不好 我跟天心根本就不想再看到他 你想我求你别跟我走 我求求你别跟我走 我不是故意的 我就是想和天心开个玩笑 你要说开玩笑 那我就奇怪了 我已经问过一翔了 他说从来没有跟你去酒店开过房 今天跟你鸳鸯细水的那个男人到底是谁啊 难道是你了 你好像是他的老乡好不是吗 你在胡说八道什么 什么老乡好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情 这根本是天心在污蔑方桐的诡计 那你告诉我 今天下午你人在哪 答不出来吧 因为今天下午你跟方桐 正在酒店里面洗鸳鸯玉 我没有 今天下午 我在厂商那边维修电脑 这件事情 我跟以安说过 以安可以帮我作证 以安 真的是想骂 没错 辽妃是跟我说过 他要去厂商那 总有一天 我会揪出你的狐狸尾巴 天心 我也知道你现在说什么 我都无话可说 毕竟是我先做错的 你居然还敢在我面前言戏 你怎么可以卑鄙无耻到这种地步啊 天心 你别生气啊 姐替你教训这个狐狸精 对 教训他 教训他 我不能打女人 你可以打女性 你别打了 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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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每次都拦着我 你干嘛 他肚子里有孩子了 孩子 什么孩子 他又没结婚 哪来的孩子 你该不会告诉我说 这孩子是周一翔的吧 对 这个孩子 就是一翔的 他有孩子了 你说什么 什么 一翔 我有了你的孩子了 天心 别听了我说 我跟他根本不可能有孩子的 为什么不可能 一翔你忘了吗 我们曾经在一起过夜 还不止一次 你现在胡说什么 我根本不可能跟你在一起 怎么就不可能呢 我手机里有照片 天心看过 干爹干妈 已然他们都看过 你确实是孩子的爸爸 周一翔 你告诉我 你真的给他拍了婚纱照 还买房子给他 那张照片 在手机里 我确实是看到过他 确实是方桐根 周一翔 在床上拍他 你 一翔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但我承认 是有婚纱照和房产正这些事情 但绝对不是像他说的那个样子 我之所以会这么做 完全是要保全我们的婚姻 你知道在我踏进饭店房间 以为是你和方桐在一起的时候 那是什么样的痛苦和绝望的心情吗 你又知道 当时我是怎么拼命在心里告诉自己说 周一翔 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 才能忍住心里的害怕跟慌乱 坚强地跟方桐面对面的谈判吗 在我坠楼的那一刻 在我坠楼的那一刻 我心里想的 念的 都是你跟我们的孩子 孩子没了 我只想跟你说对不起 我只想躲到你的怀里哭 可是现在 现在 现在我才知道我做这些根本就不值得 因为你一直在骗我 你跟他派婚纱照 还买房子给他 甚至跟他上床 为什么你要这样欺骗我 你为什么 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铁鑫 你不要这么记忆 走就是不要紧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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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走 亏得元凭之前还在帮你说话 说你不可能背叛我 不可能对不起我 你不可能对不起我 姐姐 姐姐 一乡对不起你 周家对不起你 我们亏欠你 亏欠的太多太多了 但是话又说回来 方桐现在怀着以翔的孩子 你恨我也好 怨我也罢 恐怕 以翔跟你的缘分已经尽了 为了大家好 我也只能尽快地 安排以翔跟方桐结婚 爸 别罢不罢的 忧不得你了 我知道失去孩子的痛苦 用什么东西都无法医补 这是一个云 足够你过一辈子的费用 也请你收着 你想用钱买我的孩子 我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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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姐姐 你走开 你干什么你 走开 走开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永远永远都不原谅你们 你们听到了呀 天心不想听你们 走啊 天心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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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走 拿上你的臭琴 快走 走啊 李翔 李翔 小姐 别哭了啊 小姐 他们怎么 他们有什么好事 别哭了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好 乖 他们走啊 别哭了 然后 这个机团 そして 你 说吧 你想要问什么 尽管问 我想问什么 难道你不清楚吗 是 我今天下午 的确是没去厂生的 难道你真的去了饭店 你打开看看 就知道了 我不看 生日快乐 你下午 是去帮我准备生日礼物了 我下午特地去了珠宝店 给你挑了这个 对不起 方童 你这是干嘛呀 你要去哪儿方童 干爹干妈 对不起 我原本以为我这次回来 可以好好弥补我之前烦的错 我可以好好地孝敬你们 照顾你们 但是 但是没想到 没想到现在 我真的没脸留在这儿 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好好保重 你不要走 方童 你爸妈都不在了 你现在什么亲人都没有了 又回着我哥的宝宝 你能去哪儿呢 我去哪儿 都被留在这儿 让人嫌弃啊 谁嫌弃你了 我们那么疼你 保护你 刚才在田仙的面前也替你说话 还有啊 你干爹现在都答应你和以翔的婚事了 为什么还要走呢 干妈 我知道你们都对我好 所以我更不能和以翔结婚 因为我不想 让人以为 我是因为怀了孩子 才逼着以翔点头同意娶我的 我方童再怎么样 再怎么没有尊严 我也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方童 你别胡思乱想 没有人这样想你的 我没有胡思乱想 刚刚在医院你们也听见了 你想她说的话 字字几句都像刀一样 在冲我的心 我脸皮再厚 我也抬不下去了 方童 你现在怀着她是以翔的孩子 怎么可以离开这个家呢 干妈你放心 就算我一个人 我也会想办法把孩子生下来 我会好好地抚养她 等她长大了 我一定会让她来看你们 保重 方童 你这是要干嘛呀 别走啊 方童 你别走啊 尹祥 方童 你就不说句话吗 你想让你的孩子以后在外面流浪吗 方童 你别这样 别走啊 方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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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她真的是我的孩子啊 你 或者是说你真的有孩子了吗 你给我说实话 这一刻 是医院的检验报告 它可以证明我已经怀孕四周了 通过时间推算 正好是你那厅合作了 拉我去酒店的那个晚上 妈 这报告单上确实证实 方童已经怀孕四周了 你还不承认 别哭了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呢 医生 你可以不爱我 你可以不娶我 但是你不能侮辱我的清白 我方童不是那种男孩子赖着你的人 你放心 我这就带着孩子走 走到远远的 方童 过来吧 别走了 小童 来 坐下 好了 都不要吵了 方童 一厢对不起你 还说了一些伤害你的话 这都怪我 这个做干爹的不好 才会叫出这么一个不负责任的儿子 干爹在这儿 给你赔礼道歉 干爹 我 医霞 男子汉大丈夫 敢做就要敢当 你自己想想清楚 你跟田馨已经分手了 现在小童肚子里怀着你的孩子 难道你就不应该对他负责任吗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我现在决定 明天你们两个就去办理登记结婚 登记结婚啊 太好了小童 这样就可以给小童一个名分了 至于举行婚礼的时间嘛 我们再商量商量 我不要 为什么不要啊 你干爹都帮你做主了 你干嘛不要 哥 你赶快说句话呀 表个态吧 你说句话呀 随便你们吧 世道无尽 你们要怎么做就怎么做 我权利配合就是了 易翔 易翔 算了算了方童啊 她呢一时半会儿呢 可能接受不了 老公啊 我们真的要好好挑一个日子 帮他们举行婚礼 行 就这么决定 婚礼的事就交给你去筹办 我和梁妃也会帮忙的 对 放心吧小童 干妈一定给你举行一个风风光光的婚礼 让你成为全世界最美丽的新娘 干妈 谢谢你 怎么还叫干妈呀 应该叫妈 就是 妈 恭喜你啊 嫂子 谢谢你 易安 谢谢爸 好了好了 不要再伤心了 啊 嗯 那 我 我 现在 我 你 那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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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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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我不要 把孩子还给我 把孩子还给我 天心 你干什么 走开 走开 走开啊你 我再也不想看到你 我永远永远都不会原谅你们 天心 天心 我该怎么做了 天心 我该怎么做 才能够把你给拉回来呢 你来做什么 我来找天心 你不能进去 你凭什么阻止我 我就是不让你进去 走开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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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够了没有 你知不知道刚才天心多激动啊 医生给他打真经计才能够冷静下来 他现在好不容易睡着了 你跟我说你要打扰他 天心 他还好吗 他还好吗 他刚失去了孩子 你跟别的女人又有了孩子 或者是你 你能好吗 是我对不起他 是我对不起他 你对不起他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 再多的对不起 都无法弥补你对天心的伤害 我真后悔 我真后悔我告诉你他怀孕了 我真后悔我拼命地撮合你们 如果不是我多嘴 天心的孩子现在活得好好的 那也是我的孩子 是我跟天心的孩子 是吗 之前我们还在一直讨论 要给孩子起什么名字 都是我不好 都是我不好 是我汉量天心 是我对不起的 是我对不起的 对不起的 好 你以为你这样做 你孩子能够活过来吗 天心就好了吗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去弥补他 去想办法让他快乐 好 我无能为力了 或许你说得对 或许他本来就不应该跟我符合 我 或许从一开始他就不应该认识我 他共在一起 他只有受苦 只有受折磨 你有一天好好过过 我能够给他的 我只能给他痛苦 没有办法给他快乐 周一翔 拜托你像个男人好不好 你有空在这里自圆自一 还不如想想该怎么弥补他 去解决你们之间的问题 我已经想清楚了 为了不让天心才继续受到伤害 或许离开他 才是真正为他好 你在说什么 你要离开天心 你要在这个时候离开他 你有没有搞错啊你 月平 我麻烦你帮我好好照顾天心 你说什么 我先走了 周一翔 你给我回来 周一翔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对不起 周一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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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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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是小云 小云 小云 阿尼 小云 先生 对不起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护士 推着轮椅 上面坐着一个戴黑色帽子的女人 没看到 那你们看到了吗 没有 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小云啊 如果是 他怎么会坐在轮椅上 难道他受伤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喂 妈 有小云的消息 妈 妈 月平 你回来了 有小云消息了 来 坐下说 这是警方给我的资料 警方调了小区所有的录像 证明 那天半夜凌晨一点钟 小云确实从我们的小区 西侧走出去 那 那他们录到小云是怎么走的吗 是不行 坐车还有往哪个方向走的 小云出事那天 小区的监控录像正好出故障 所以没有录到小云的影像 但是据目击者说 那天他们看到一个女的 坐上一辆大奔 根据他们描述的模样和长相 很可能是小云 小云坐上大奔离开 那 那我在医院看到那个女人就不是小云了 你说什么 你在医院看到什么了 没什么我可能认错人了 对了吗 那警方有没有查到车机资料 或者车主是谁吗 目击者没有看到车牌号码 警方现在正在调取小区其他的路线 希望能够尽快找到线索 如果真的是小云的话 那她为什么要搭上陌生人的车 还有这车主到底是谁呢 是啊 我也很纳闷 小云一向很谨慎 她应该不会轻易坐上陌生人的车了 更不会这么长时间不跟我联系 我真的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孟 你别担心 小云会没事的 我想 她可能是因为看到那张合成照片 一时生气就跑出去了 等过几天气消了 就会跟我们联络 希望能像你说的那样就好了 我就是很担心很担心 我希望 小云能够 平平安安的 别出什么事 妈 您真的别来信她不会有事的 我跟小云的夫妻缘分还藏着呢 我还等着她回来 亲自跟她说声对不起呢 对了 你刚才说你去医院 你去医院干什么 天心流产了 什么 天心流产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位女士 您现在不能进去 董事长 她没跟您预约 却硬要闯进来 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散会 你出去泡两杯咖啡进来 不用了 我说完就走 出去吧 是不是有小云的消息了 你现在还会关心小云 她是我的女儿 我当然关心她 她到底怎么样 有消息了吗 有一些线索 警方还在调查 我能帮上忙吗 只要我能做的 我一定会尽力去做 我今天来 不是为了小云 是为了甜心 甜心的事 你都知道了 我还知道 你让你的儿子 跟别人再婚 方桶怀了孩子 一乡 能不负责任吗 负责任 那一乡 对甜心的责任呢 你明明知道 一乡爱的是甜心 甜心现在流产了 你不让一乡 好好地照顾她 安慰她 居然让她 跟别人结婚 你知道你这样做 对甜心是多大的 打击和伤害吗 你的心肠未免 也太狠了吧 发生这样的事情 难道是我愿意的吗 我知道 是以翔对不起甜心 可是总不能再让 以翔再对不起方桶吧 就像当年的我 既对不起你 又对不起李红 害得小云 从小就没有负气 这样的遗憾 我真的不愿意再发生啊 还记得我跟你提起 甜心的身世了吗 我记得 甜心是你好朋友的女儿 后来你的好朋友 发生了家变 就把甜心托付给你 倒是甜心的姐姐 甜妮 是你跟老甜的 亲身骨肉 甜心一出生 她的父亲就去世了 她的妈妈 为了出国挣钱 把甜心交给我抚养 可是 我为了跟你在一起 我抛弃了我的婚姻 我的女儿 甚至连好朋友的托付 都不管补骨抛在脑后 甜妞儿至今还不知道 甜心不是她的亲妹妹 她一直在帮我这个 不负责任的母亲 照顾着甜心 小云也不知道 甜心不是她的亲姐姐 所以才误以为 自己跟甜心争抢一个男人 而痛苦不堪 这都是我的错 是我当年住下的大错 害苦了我的两个宝贝女儿 都是我 都是我不好 要不是当年 我逼着你跟我走 这些遗憾 根本就不可能发生 我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我曾经想 当年 我要是没有遇到你 没有剩下小云 也许今天 就完全不是这个样子 甜心 也不会和原品以降 纠缠不清 小云也不该遭 这么多的罪 受这么多的苦 这都是报应 是我涉及你的婚姻 应该受的报应 都是我的错 我是这个世界上 最失职 最不负责任的母亲 温柔 你别安慰我 我只希望你好好想想 再给甜心一次机会 就当帮我赎罪 为我们的女儿积德 也许老天爷知道了 会保佑我的女儿 早日回到我的身边 是啊 这个事情 我会仔细地想一想的 看看到底怎么做 才是最好的 那我走了 明明啊 你在哪里啊 高总 进来 高总 您怎么又咳嗽了 今天的药没吃吗 没事 我病好了 吃药只是保健保健 不管怎么样 医生没让您停药 您就得继续吃 把身体确确实实养好了才行 而且这次我们回来 主要是养病 您不能太操劳 有什么事 交给我去办就行了 小米啊 谢谢你在国外 一直帮我打理 大大小小的事 还负责我的生活起居 辛苦你了 高总 您今天怎么跟我 客套起来了 当年要不是您 无条件地资助我去读书 我哪能这么顺利 拿得学位呢 而且现在是我回报您的时候 跟您这样成功的 女强人学习 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 宝贵经验 真会说话 我让你查的那个人 查到了吗 您让我查的这位 周先生周盛 原来他就是本市 数一数二的 网络购物平台老板 身价有数十亿之多 怎么会呢 这么一个无情无义的人 怎么会这么成功 她现在的家庭情况怎么样 她的妻子叫李红 跟她有一子一女 女儿叫周一安 儿子叫周一祥 周一祥 这个名字 好耳熟 上次您帮忙送去医院的 那个女孩田馨 她动手术之前 让我们联系的第一个人 就叫周一祥 这么说田馨是周一祥的老婆 是周是哪人媳妇了 可是我去民政局查过了 周一祥从未登记结婚 夏敏 你赶快去医院问一下 田馨还要住多长时间 你给我安排一下 我要去见她 好 我马上去办 周圣 是时候 算算我们之间的旧长了 欣欣 欣欣 跟我说句话嘛 不能什么也不吃啊 喝口水总可以了吧 大哥 水果呢 我都洗干净弄好了 来来来 吃一点吃点 吃点水果补补营养 欣欣 吃点水果吧 你看全是你爱吃的 你看你姐夫 多仔细啊 都给你切好了 吃口水果吧 吃一口吗 求你吃一口 别玩手机了 不是玩手机 我在工作 什么做 他不吃 什么 他不吃 你要不要吃一口啊 我吃你个头啊 吃 红红他 欣欣啊 你看你哭了那么久 又不喝水 水果也不吃 小心脱水啊 原平 大姐姐夫 欣欣 我听说啊 小产跟生孩子一样 必须得养好身体 否则不行的 带着点这个 你太有心了 好东西啊 谢谢啊 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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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袁平来了 跟袁平说说话嘛 她还是不说话吧 还是不说话 每天一直都这样 不吃不喝的 这一开始呢 还一直哭哭哭 到后来眼泪也哭干了 不哭了 啥也不吃 就这么失魂落魄地 坐在那儿 全靠衣裳给他打营养液 我都快丑死了 失去孩子 又加上乙翔的事情 我想任何人都受不了 不过呢 我想再给他点时间 很快会好起来 希望如此吧 对了 我听那个郑 我听那个郑云他妈 他说 有郑云的消息了 警方是查到了一些线索 说他到外地去了 在外地啊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查 对 郑云他到外地去 没事出去干什么 就是 就是看到那张假的 合证照片呗 跟我赌气就跑出去了 你说这是谁呀 怎么这么可恶 这么缺德呢 没事弄出这种照片干嘛呀 害了我们甜心 嘘什么呀 本来就是嘛 害得这个云丽家出走了 这万一真出了什么事 这 嘘 这都怨你 哎 甜心压力已经够大的了 您就别和我上加油了 好吗 我怎么生气嘛 我看这样好了 不如 让我来试一试 也好也好也好 好啊 行行行 甜心 不知道怎么了 看到你 我就觉得特别的亲切 也许你跟我的女儿一般大 看见你 我就想起 我那失散的女儿 和我失去的丈夫 甜心 我跟你相遇 我总觉得是一种缘分 这两天我一直在惦记你 现在我明白了 是因为你身上 有不服输的性格 让我看到了 曾经的自己 那个时候 要是有人 肯向我伸出援助之手 哪怕是一点点的帮助 我就不可能 跟我的女儿失散了 你知道吗 所谓的强大 并不是要拒绝别人 给你的帮助 也不是要把仇人 打趴在地下 有一天你自己强大了 自己更有能力了 你自己能活得更好 这些才是给你的仇人 最大的报复 我希望你振作起来 千万别被那些 看不起你的人打倒 嗯 嗯 高总 没关系 你再好好想想 想清楚了 到时候通电话 嗯 进来 高总您看 这些都是甜心 最近在杂志 还有报纸的专访报道 最近她上遍了各大媒体 不管是电视上 还是网络上 都有她的身影 一方面 她像是回大众 道歉再道歉 另一方面 教大家如何识别黑心货 果然反败为胜 不仅挽回了之前 受损的信誉 还替Tony狼打响了名号 这招以退为进 真的是很高明的做法 太给力了 看来我没看错人 她是个很有潜质 而且很有能力的人 千里马 也需要伯乐给她机会 她才能有所表现 要不是高总 您故意给她刺激和考验 她怎么能发挥 她的潜质和能力呢 不过话说回来啊 我总觉得 甜心跟您各方面都很相像 尤其是你们都有一种 五不服输的性格 要是她是你女儿就好了 那我就亏欠她的太多了 对不起高总 我不该又提起您的伤心事 没事 进来 燕子 宛若 你怎么来了 小米 来 那儿坐 好 你干什么宛若 你这是干什么呀 来来来 你干什么快起来 对不起 都是我太自私了 燕子 我对不起你 怎么了 有什么话慢慢说 即使 在你回来之前 我就知道你女儿在哪里了 可是 可是 可是我没再遇到你的第一时间告诉你 是因为我自私 我妒忌 我活该 我活该找不到我女儿 燕子 对不起 对不起 你知道我女儿在哪里 那你告诉我她在哪儿 她现在的名字还是叫明明吗 她知道有我这个妈妈 她知道吗 她 她 她跟你一样 她跟你一样 很善良 很坚强 她最近遇到了一些困难 需要你的帮助和原谅 什么原谅 你快说呀 到底是怎么回事 要原谅什么事情 原谅什么事情啊 其实你早就见过她了 谁 谁 谁啊 她就是天心 怎么是天心 怎么回事 不对 不对啊 天心不是有个姐姐 她姐姐叫田医吗 她们不是没有母亲 父亲也死了吗 怎么会是天心呢 这个故事听起来 是不是很熟悉啊 那个不负责任的妈妈 就是我 田医是我的女儿 是我跟田老大生的 当年我出走以后 是田医 代替了我这个 不负责任的妈妈 把田心抚养长大 在田医心里 她一直认为 田心就是她的亲妹妹 也只是因为这样 她明明知道我是她妈妈 可是 她始终不可跟我相认 老田怎么这么捉弄人 天心是我的女儿 谢谢你 谢谢你 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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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小米 快来啊 高总 高总她怎么了 小米 你快来啊 不错 快 来吧 快 来吧 快 快 快 你在这一切